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引 做灯引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请不吝请 右手的做晶刚圈 右手压着大腿的动摩 然后压着大腿的 Creek 左手就是三股金刚书印 压着左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左手就是做金刚书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书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视以来 以质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母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 你知乎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语言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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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你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亿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心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心呢 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 就是按住 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呢 就是引起就是 未来的各种 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 按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未燕不尽 各种所云云 回处所出生 何以怒入怀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呢 就是认为确实 昨天前面所讲的这个 不清净的 但是他特别讨厌一些不清净的东西 不愿意贪求不清净的物质 他讨厌不清净的物质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么你的身体是清净还是不清净 应该观察 首先第一个说 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的这种精血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精乱结合 那么不清的种子当中 产生的 运营出来的 那么运营出来 看看有没有清净的 不管是哪一个环节 应该说是有心有愁的 不会有一份清净的部分 所以这是从最粗的意义方面来讲 的确也没有什么值得探求的 然后当时入胎之后 住在胎中的九个月 在那个时候 大家也应该清楚 所谓的母胎也是在人的腹墙内 然后旁观 大小厂 以及周围 全部是非常肮脏不堪的 就是无悔不堪的一种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存 然后最后从残门出来 那就哪有清净的地方部分 我们世间当中的 大多数的人没有像莲花生大师那样化生的 大多数都是太生的 既然是太生 那么就是太中的来源 就是太中的来源方面 来去观察的时候 的确也是没有一点清净的部分了 既然说没有一点清净的部分 具有探求的这些人 你为什么是不清净的这样的口袋 不清净的这样的身体呢 为什么是涌入自己的 或者是弄入自己的怀抱 那为什么就是贪执它 拥抱它呢 就实在是不合理的 请不吝点赞 ака 转发 google Uma Uma 这次大概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讯为不干净的 那么我们分辨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取宠 虽然它很小很小的 但是很多人是不愿意接触它 看着它 碰着它 不愿意的 那么你为什么是反而特别特别的贪爱 稀疇 不清净的这种事物当中所产生的 本体也是极为不清净 就是分会不堪的 这样的一种取体怎么会去爱它呢 喜欢它呢 怎么会这样的 如果可能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就不要紧吧 就是我们这个人呢 虽然是它出生的来源都是不清净的 但是人从小都是 你从母胎当中出来了以后的话 那就很快的时间当中都做沐浴啊 擦拭啊 饭香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干净的 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反过来说是 厕所里面出来的这些取虫的话 我们也是在它的身上进行沐浴 然后进行擦拭一些香水啊 然后看大的取虫或者是一些小的取虫的话 你愿不愿意接触它 恐怕很多人都是不愿意 真的是我们这个人啊 如果以智慧来观察的话呢 恐怕跟取虫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是大小上面的人 大小上面的话呢 就还是人是白白的 胖胖的大的取虫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而那个厕所里面的这个虫呢 就是比较这个渺小的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人就是 是非常的这个可怜 因此《中观四百论》当中呢也是说了 就是欲必顾金虫 欲股胜骄 也就是说呢就是因为那个 人呢其实是不清净的一个虫啊 人我们特别愚痴 所以因为愚痴的话呢 自己也认为我是非常干净的 整天都是大半啊 就是觉得是在世界当中 自己是最好看的 其实呢就是你不知道 自己这个内在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 内在的状况的话呢 全是这个厕所里面的取虫一样 就是里面是不清净 你的来源也是不清净的 而且你的这个身体里面出来的 这些东西的话呢 就是全是不清净的 那这样从果方面 硬方面 本体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哪有这个干净的地方 就是因此呢 真正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人的话呢 可以说是一种啊 是这个大的这种不净物 就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臭皮了 因为让然后再吃了 就是ак净的地方 就发展出的东西 就是这个在 blij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上我 就是这样子 — 我那个方记忆这种不净能 那我还好给自己的 用力就给自己的 没有人了 可以说是可以帮助我 是要紧张帮 我们那个 因为我们感觉 但是人的胸子 我答应该是偶不净 コ Expo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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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